1999進入到2000年的時候 當初大家說會有一個遷徙蟲 就是全世界各地很多電腦會直接當掉 那時候有一個叫做Y2K的東西 那是什麼 我是發自內心的在問 一個裝小 沒有 沒有 就是 1999進到2000的時候 電腦上面的 計時間的那個系統 它進位一進位一進位 一直進到2000年的時候 好像會出現一個顯示問題 然後好像據之前的預測就是很多電腦 因為這個時間登記會錯亂 會變成說 2000它會以為是1900年 就是他們之前一支計是19XX年 都是計兩位數 結果9999進到2000年的時候 它就會覺得 又退回到1900年 如果很多紀錄退回到1900年 它就整個錯亂掉 然後那個時候就有很多的預測說 完蛋到時候全世界一定會搭當機什麼東西的 結果最後雖然有一些災情 但其實也還好 對 還是有發生 有一些地方有 但是沒有那種 什麼股市 全部交易當機什麼 對啊 銀行壞掉還是什麼 然後大家前提不出來還是什麼 其實也沒有 就進進的進到2000年 但那時候台灣很在想 1991大地震吧 99年的時候 1991大地震 對啊 然後 同樣的心情啦 來到2020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2020好像是一個 看到整數都會覺得充滿了希望與未來 真的嗎 又是一個新的章節 所以 來到2020呢 我們就在這邊講一下說 很久以前呢 大家 對於2020的想像到底是怎麼樣 有沒有一些很好笑的預言 關於2020 他們 猜錯了 以前想到2020年的時候 曾經有人做過一些預測 那第一個 我這邊寫機器人 就是 21世紀出來 其實也沒有很久以前 大概20年前 然後 就機器人已經不是一個新的東西 而且也感受不到它的發展 是未來很有潛力 所以那時候就有一個 英國的未來學者說 到了2020年 會有 不只很聰明 而且會有 情緒的 機器人出現 一樣一樣 對 他舉的一個例子是說 譬如說會有機器人的飛行員 然後這個飛行員 他會 比我們還要怕墜機 所以他會盡他一切的努力 控制好這個飛機 對 安穩的飛行在正確的航道上 好 當然我們也看到 現在其實不只 沒有有情緒的機器人 對 連會飛機的機器人 都還沒有出現 也沒有 可是我有自駕車啊 這樣算嗎 自駕車 可能算吧 接近 接近 但是他也不是到一個 完全可以取代 就是完全人力不用理他 我們會在上面睡覺的地步 他們也還沒有害怕的感覺 因為我很害怕撞車 所以我要認真開 他也不會怕撞車 對 這是個很糟糕的狀況 反正 所以那個時候 他就覺得說 機器人取代人力會是一個 普遍的現況 而且不只是 就是可能是從 比較勞動密集 我們想像的到的 出眾的工作 一直到類似櫃台的人員 可能都是可以用機器來代勞 那 事實上這個狀況到現在還沒發生嘛 但是那他就 別有人問他說 為什麼你預言差這麼多 他就說啊其實 因為一些什麼資金啊 或者說中間發生金融海嘯啊 所以整個進展就 AI的發展就慢了一些 大概比他想的要慢個四成左右 後來他自己也承認說 其實這種未來學者在預測 他說他自己的命中率大概是85% 很高 但是他自己也承認說 只要預測是超過十年以上的東西 就不太準 然後二十年以上就幾乎是純猜測 對 純意測這樣子 對 那他以前有 他是那個 手機簡訊的發明人之一 對 聽起來了不起 對 就是在其實通訊軟體出來之前 就是 簡訊 文字簡訊的那個 對 發明人之一 所以他其實算是蠻有名的一個 未來學者 這個是 機器人會不會取得人力部分 那其實 也不能說他講完全錯啦 因為現在如果我們去一些 汽車工廠 或是一些 倉儲的地方 對 其實有很多 對 會有一些機械手臂 或什麼的 對啊 那種裝配線 以前 以前汽車工廠是一個勞力很密集的地方 然後 現在有一些廠是完全一個人都沒有 只有一個管理人 這樣子 對 好像有越來越多 就是這樣的做法 你覺得這是好的嗎 對啊 這是他們 這是一個願望嗎 我覺得是一個不可 要是我是老闆 我會覺得 如果可以就是不免不休 機器人一直幫我工作 然後完全不用保佬健保 也不用薪水 可是 超棒 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有點恐怖 還是這是科幻電影 他有一天真的反撲 我不知道 我覺得那是兩回事 意思是一回事 可是我覺得現在已經可以看到 就是自動化 真的取代一些工作 對啊 然後像那個 你剛剛說自駕車 然後像剛剛講的這種機器人 取代一些初工 都會讓那些 最容易被取代的工作 首先消失嘛 這已經是有很多報導的東西 是啊 對啊 然後像現在在選美國總統 秘書長的華裔候選人 楊安澤他也是 他在說候選人裡面還是一個 比較另類而且弱勢一點的候選人 但是他就一直在點這個問題說 美國 因為美國尤其是一個地方很大的地方 的國家 所以他需要很多的物流業 運輸業 那他就預測說 其實這一些長途卡 尤其是長途卡車 特別容易被取代 所以到時候美國會有一批 失去工作 而且又很難轉職 就是他很難再去學新的技能 然後過渡到一個新工作上面 會有這樣一批人 然後如果這批人出來 他就變成一個社會問題 所以他就要提出那個 所以他就會提那個 藝人多發 每個人都要發一個 所謂自由紅利 就是每人每月一千美金的東西 對 他覺得可以預防這件事情 不過就是現在的氛圍 我覺得大部分主流 還無法接受這個東西 好那第二個東西就是 什麼呢 我這邊放了一個 吃東西的圖 有個人實際做個很好笑的預測 有一個美國未來學者 他叫庫茲維爾 然後他以前在2000年的時候 他預測說到了2020年 我們就不用吃東西了 為何 聽起來不是一個很開心的語言 對啊 他說到時候 會有奈米機器人 把我們所需要的營養 他會在我們身體裡面 對 跑到我們的消化道 跟在血管裡面 把我們人體所需要的營養 就是用最 類似最恰當的比例 最有效率 然後對 我們最需要的營養 直接給我們這樣子 他就不用吃東西了 可是我覺得 如果可以選擇要不要吃東西 我應該還是選擇要吃東西吧 要不然 生活還是問題是不是 要不然你的食物都沒有味道 我覺得超奇怪 對 但是他那時候這樣講 好恐怖喔 結果到現在顯然沒有改變 好險沒有改變 對 真是一件好事 可是為什麼會 他的預測的根據 他有說嗎 他那時候特別用一個東西 講法叫做 奈米機器人 那我覺得 奈米也是一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就是類似上 上一波的 超熱門科技詞彙 對 奈米有一陣子就是 什麼都奈米對不對 奈米這個奈米那個 洗髮精也奈米 然後洗衣服也奈米 之類的 那就像 上上一個大數據 上上 大數據已經 這樣了嗎 那可能是 上上大數據跟 上上上物聯網 或是5G 這樣子的感覺 對 反正那時候 我覺得就跟剛剛那個 差不多剛前一個人覺得 機器人會很進步 然後這個人覺得奈米會很進步 然後這兩個合在一起變奈米機器人 好像也不意外 反正 他這樣講 結果當然到現在都還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狀況出現 我們會有動力去開發這件事嗎 誒 這是我來發明個東西 你為什麼不用吃飯囉 我覺得唯一可以想像到的應用場景 應該是類似自己進食不方便的那種病人 比醫療現場 我覺得比較 應用 對比起那種插鼻味管或什麼的 會好一點 要不然誰 可以用嘴巴品嘗食物的味道不是很好嗎 然後最後一個是太空旅行的部分 就是曾經有人號稱 應該說不是很久以前 這個還蠻有趣的 就是其實09年的時候 大概就10年前而已啦 09年的時候 已經有所謂私人的太空旅行公司出現了 對 然後那個時候 大家都雄心勃勃說幾年內 那一些不是由國家出資的 而是個人民間經營的旅行公司就會出現 然後大家就可以留錢人了 大家可以自己買票 然後上太空玩 這會變成是一個很普遍的事情 然後沒想到做出這樣的預言之後 到現在2020年到了 還是沒有真的成功 對 但是其實已經很多人在試飛啦 對啊 我想說應該有 應該說那個時候 大概開始有很多的那種太空公司出來 然後到現在 其實全世界已經十幾家 其實蠻多 比想像中多 對 雖然我們在新聞上 可能只有看到一些什麼SpaceX啊 或是什麼維珍銀河啊 然後一些 我們在新聞上比較常看 可能聽到三四家 大牌子 對 想要那個 亞馬去那個什麼 貝佐斯命下的一個 對 Blue Origin 對 Blue Origin 對 藍色的起源 那但是 其實現在已經有非常多公司 已經在積極的試飛當中 像那個剛剛講SpaceX 它就說 最最快應該2023就可以去 就是繞越 對 它會彈射出一個太空艙 然後它會按照算好的 因為有把那個重力影響算進去 對 它出去的力道會剛剛好 就是繞地球一個迴旋 然後回地球 對 算得很準 對 所以其實很好笑的是 當初 2010 就已經 維珍銀河就已經開始在 預購 太空旅行的票 而且一張是 20萬美金 20萬美金這樣是 就大概600多萬台幣一張 然後那時候也賣到 好像快1000張吧 哇 這麼多人 他們一起去嗎 還是 沒有沒有沒有 它好像就是 因為一架不可能載那麼多人 一架不可能載幾百人 所以它其實是 它就是先排個號碼給你 對 它先排個號碼給你 然後 反正就先買就先贏先上 對 結果到現在還是 第一架都還沒出發 對 但是 如果剛剛SpaceX這個講法 純真的話 其實 維珍銀河可能也不遠了啦 嗯嗯嗯嗯嗯 然後這些人 對啊 我都不知道他 還記不記得是有買力 就是他這個600多萬壓在那邊 到底 有沒有一種被套牢的感覺 有錢應該覺得還好吧 就是 應該說 顯然他是可以拿 顯然他是可以放在一旁 就是繼續做他原本的生活 沒有問題 好 然後 其實我覺得最好笑的 就是要講到第三個 就是我現在標題上不是寫說 猴子做家事嗎 對 這個意思就是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這一個美國很有名的智庫 他叫蘭德公司 Rand Corporation 他是 一開始是軍方主導的一個智庫 然後來做一些 軍事方面的預測跟理論想法 但是後來他其實應用方面到 就是各個層面都有 那他們的歷史已經很強 大概有半世紀左右 所以1964年的時候 他們曾經找了很多專家來 然後再問他們說 請你們想一下 人類接下來 50年60年70年的發展是什麼 那剛剛就說過嘛 就是20年以上 就已經是一個 純屬意測的狀況 那可以想像50年以上的誤差 會有多嚴重 所以他們那時候想了一些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他們那時候以為說 我唸給大家 我這邊沒有做圖 但是唸給大家聽 就是 那是1964年 他們認為1999年 就會有軍隊駐紮在月球上面 就是最近大家才喊 我們2018、2019 大家才喊出來太空軍 他覺得1999年就已經成立 出軍在哪裡 就已經出軍在那邊了 然後隔年2000年 人類就已經會跟外星人 進行雙向的對話 就是我們不但發現外星人 我們還有能力跟他們溝通 對 這次1964年是 最好老高的主題 Judy 哈囉 哈囉 對 然後 最好笑的是 這兩件事聽起來很不合適 對 然後還有更不合適的是 2015 就已經可以開始時空旅行 時空旅行 這已經很老高了 時空旅行 所以他1964年覺得50年後 我們就可以做到時空旅行 哇 那我們就很期待 2020 他覺得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類似 我不知道 人類探索完整個宇宙 還是什麼 去別的火星之類的 去別的星球 然後2020 他的預測是說 我們會開始 豢養猴子和其他動物 來幫我們做家序 現在比AI還遜 然後覺得 不對啊 這件事有比前面那個要難嗎 沒有啊 就覺得 對 覺得前面的比較難吧 對啊 對啊 所以我剛剛就選這張圖 就是印尼那邊 有人會訓練猴子做一些特技 當然是不鼓勵這個狀況 只是對 我覺得他跟這個主題是有點溫和 你有看過嗎 狗狗猩猩大冒險 小龐跟詹姆斯 喔小龐跟詹姆斯 有有有有有 你講他們名字我想起來 就是小龐跟詹姆斯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他覺得 這個是一個在時刻會補齊 他覺得那是2020年 在我們認識外星人 而且開始時空旅行之後 還有太空旅行 才錯到這一步 對 但事實上 剛剛講的所有里程碑裡面 這個是目前比較接近 只是說 已經達成啊 對啊 只是不是動物 而是可能用其他的東西 對 對 所以我覺得還蠻好笑 應該是說 越早以前預測就覺得 越失準越嚴重 可是我覺得每次在預測這件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其實心裡會有一個想望 就是一個 我們要朝這邊發展 就是一個心態 就是希望 我希望這件事情成真 我才預測它嘛 可是我覺得他們也不完全這個心態耶 因為他們都是 他們那個時候的想法是說 第一個這些人都是 這些各領域的佼佼者 然後他們的想法是 我先做一些預測 雖然我知道有可能會失準 但是 讓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就是讓大家有一點點心理準備說 未來可能會發生什麼事情 對 就沒想到差這麼多 對啊 可是沒有啊 就是我不懂他為什麼會想像 未來只有猴子會幫我們做家事 所以我 這到底是哪裡來的 我們可能要更細的去看說 他的理論基礎是什麼東西 對 欸 我家養猴子出來 會怎麼樣 我就想說 那如果我們要幫所有動物做 就是 動物要訓練好 讓他們幫我們做家事 是不是以後就是 就是大家 每個人那個 家裡就會有一個 動物的 寢室 或是什麼 專門的行為 他至少有空間 是專門讓他 生活起居用的 對 然後可能 外面路上就是 每個人都來留他家裡 大家留 或甚至他自己出來走路 就自己出來買東西 還是什麼 他都可以做家事 他應該出來講個話也不難 對 不然我覺得很好笑 突然覺得狗狗星星大冒險的人 對啊 反正 2020的想到的話題是這樣 就是這樣 要不要這樣 然後 再給我 做些什麼 對 你會不會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 你會不會這樣